坐落在马赫坡部落旧址上方的土地 可以看到明显的凹槽 这是物色事件马赫坡古战场 Budus一文字高地即运彩古道 为了要完整保存历史文化 地主孔明德乌斯奉献土地 委托能高生态流协会 向南投县文化局提报后 通过第一届南投县原住民族文化资产审查 也成为全国原住民族史基登陆首例 我就是跟主持人交代说 这块地就保留下来 让我们地方上将来你们 小孩子都来这里当解说 或是来这里让人家了解说 这个地方以前是日记时代 他们使用的位置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把这个史基能够保存下来 古迹解释给小孩子 小孩子从怎么去爱惜山林 这些环境教育的目的 而目标而守定定的 能高生态流协会说明 是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原住民族文化资产处理办法 及史基登陆及废纸审查办法 等相关条例来提报 审查委员表示 由于依文字高地 是物色事件重要的战场 古迹之一 也是马赫坡运财古道 更是木纳鲁道自杀地点 早期也是通往花莲的必经古道 在专家学者及所有审议委员的共识下 一致通过这项审查 人高生态流协会 未来将规划导览解说 并积极参与协助 史基环境维护的工作 让历史完整保存及传述 原市新闻 一晚打倒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